来 朋友们 现在是下午的1点45分 我前几天去了一趟从化 因为南澳岛的吴老伯 他现在在从化 在他女儿家里 所以我也去探望了一下 我现在出发去珠海的月才大厦 向老师在那里能握 这个向老师还有王慧老师 还有我们几个是合伙人 是做留学中介的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之前在国企是做留学的 然后我现在也是老本孩 今天去办公室跟他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那最主要的是我想跟夏老师学习一下书法 最基本的这些知识还有执法 以后的时间可能就靠自己练了 进入暗邻路 F勾看起来是很有故事 适合我 我把自行车拿过来了 给你等一下 我把这事都忘了 天哪 他是想给他女儿做好项目 然后那些还是参加中考 所以我们在夏老师经常会劝退别人的学生 他觉得不合适他就不让人去 对对对不合适是不让人去的 好爽好爽 对啊你就放到你的车本箱 你就经常去骑单车什么的 我告诉你怎么弄 你看聪明 你把这个 这不就是这样一半就回来了吗 给你帮我清理库存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会说话吗 哦他刚才还放了一个语音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其实就是装水嘛 而且是洗笔的 他其实是现在的毛鞭子和以前的毛鞭子不一样 以前的毛鞭子很粗糙嘛 但是毛鞭子和宣纸呢有个区别 就是毛鞭子念字特别好 宣纸呢就是膨不好 你看我真的一点都不懂 膨不好的话 他会沿墨 就是一个三连水 樱墨 三连水一个樱号 然后呢樱墨你就 你就看不出笔画来 这是宣纸嘛 宣纸 宣纸 然后呢一般来说念字都还是用毛鞭子 这就是毛鞭子 广播端念是挺好的 是吗 是照庆的吧 对 照庆是 就云佛家里还真有一块 哦 好多年买的 我们用毛笔的时候是填墨的 刮墨的 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一定要用它去刮 以后 去用它 明白了 理论上来说是 只是磨的嘛 没有必要 又浪费时间 给你买了几只毛笔 太好了 小老师 这个真的是买到伊德哥的 到时候倒出来就行了 有时候伊德哥晃一晃 下面有沉淀 它因为是植物性的东西 所以有得沉淀 这个拿回去 还得要把这层油给它洗干净 要不然的话 你和莫在一起就不好 清场 清场 老师 老快老师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是啊 好热呀 嗯 这个干嘛的 就是那个那个毯嘛 就是那个 梳法垫 比我那个大 但是那我觉得你要是嫌太大 你叠起来用 要放心的话 你铺满这张桌子也可以 行行行 这个呢就是说 那个 呃 宣纸和毛边纸 直接放在这上面写 你就不用再垫纸了嘛 就起这个作用 对 嗯 你守着书法家 你竟然好几年都 你都 你都不厉害 吃在糊中不是糊了 对了对了 水那么近然后都不血 这就是灯下黑嘛 灯下黑 泡笔的时候呢要注意点 上面是胶嘛 上面是胶 你有时候泡的时候 泡完了以后 所以我说一定要买那个笔挂了 就是那种 但是是你那种桌子那种 长牌子的 我给你买嘛到时候 都是给你买的这些 因为它有各种规格嘛 讲那么多的意思 挂起来也好 用盒子也好 就是不愿意把这个尖给损害 松松的 其实是有近视 是说是一种意念性的劲 不是说你湿湿的跌着它 是一种你它都稳 稳和紧其实是两个字 它其实就是五个指头都有用的 每个指头你看这个 其实在以前就叶压钩格底几个字 其实你就是挡住它 一般来说我们平时这种写字 一般来说三到六厘米嘛 写太大的话 我觉得一个方面是不好把控 二一方面有没有太大必要 而且写小一点的字方便 没事它可以慢慢慢慢放大也行 这几个字赵蒙福 赵蒙福 它有一个是胆巴碑 还有一个石门记 都是它的偏楷书的字 它其实写行书是比较多的 它的就是诗成 我觉得差不多学的 那个叫什么 王羲之王羡之字是偏多的 因为王羡之王羡之 比它早嘛 所以将来呀 我觉得几步 第一步呢就是笔画 第二步就是结构 这个就是肌肉记忆 去第一步念字的时候肌肉记忆 为什么要领铁念字 花一定的时间去写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经常写一写 可能一天我觉得一小时最好 你慢慢走进去 你会越练越喜欢 为什么我说四十岁以前 念那个叫什么 念凯书 四十岁以后还得要偏点新书呢 就是怕没兴趣 其实新书凯书是可以练的 一定可以练 只是说怕没有 就不容易成长嘛 一笔一画 那样都没意思 写的像那个直尺凉的那样 你就觉得很成人来说 就是你的认知超过了你的动手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还是应该就是有一定让自己 鼓励一下自己的话 还是念形态会好一点 要把这个地方选起来 还得要把这个碗选起来 走 走呢 走不选了 先不选 将来写大字 你比如说写个对联 那啥的 你肯定要选起来写 它才有空间感 你才能写大字嘛 整个步骤是这样的 往这边起来 然后呢 运笔下去 运笔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稍微轻一点 这样子 一气呵成 哎呀 漂亮 真的要分析一下这种笔记 这个 谢老师专业 这个笔记心理学 我写了一段话 谢老师 其实是写的太少了 如果真正的要写一个 来分析一下性格 或者是各方面的心态的话 还得要写满整整的一个A色 你要整个布局才了解嘛 然后呢 就是从它的生美 各方面在整个一页当中 会能够体现很多东西 用笔 很有那个什么 很有劲 这种人说明什么 说明他很有能力 就做一件事情的执行能力啊 或者是这种能力 是非常强的 很明显 我写字很重 绝对不会那么重 这种人是非常有能力的 实际上 谢老师的整个性格 我从字上看 不是从 我劈开对他的了解方面来看 实际上 他不是说异想天开的人 还是脚踏实地的人 他是一个不乱花钱的人 其实我不是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的 我 该花的花 该花不花 他能看得出来 我不是随便买的 但买的就买好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种性格非常好啊 就是该花花不该花不花 从这种灵活度来说 你是一个 就是思维方式 很灵活的人 还有呢 就是 最近确实看得出 有些压力 就是字 刚才我们看到你那个字 不是一个字 不是一个字 夜和这个家 它都是比较压抑的性格 有部分的时候 有个别的时候 你是有一些压力的 而且你这个人 有压力的时候 你会消化 你不会去排解 这个我觉得 其实在我们的 每个人的这种 这种性格里面 都需要去杜绝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 要排解 就是有时候压在心里面 它会重 让你的心会很重 你不会去 使劲地去排解它 还有呢 心态方面 心态方面 这个向上的这种心态 稍微缺一点 你看问题 往往第一 就是没有那么特别向上的这种 随时都往好的方面想 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看得出 你会有一种 就是情绪里面 有一种不太乐观的情绪 在当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就是比如说 就是很 什么事情都往好的方面看 有些人他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人 就是看一件事情 他有时候是 一件事情没有好坏 而是说你看这件事情的角度 我可能有一些东西呢 就是危机意识吧 比较强 对 那就这意思 对对对 实际上是你的 就是包括自媒体 包括之前在国企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 危机意识 这种日子 忧虑性 可能不会太长 然后自媒体呢 我也会到这段时间了 我也会想 他不会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就会再转换赛道 找另一个赛道 所以 其实我现在这段时间 所以他这种性格 我觉得从这方面 我就是在换赛道了 就选择另外一个赛道 因为自媒体 其实你说 你太依赖于这个 来生活的话 就很麻烦 是是 他有时候会 有时候 连性 可能有时候 粉丝连性 或者是说你的 关系连性 可能没那么高的时候 可能你 他是 他的骨子里面 其实是 有点危机意识 对 危机意识 其实说 再严重一点 可能就是忧虑方面的 情绪会有 是这样子 有些人他真的不是这样子 从自的这种 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 对 但是你 不是盲目乐观 但是他抗压性很强 虽然我们不会排解 但是我们抗压性 就是能承受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 你看他自 他从他的这个自是 变形的 他和我的自 其实就不太一样 我的自是那种叫什么 是那种 舒展性的 高一点 我这种人可能就是 经受压力的这种 承受力要弱一些 你这种就是承受力强 但是你缺的是 需要去排解 慢慢去调整一下 单字太小 太少了一点 我就觉得可能可以 多一点的话 可能更能看出来 好 还有这个 这个 数法垫 啊 数法垫 笔歌 笔歌 其实是歌笔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装不下了 你拿个袋子呗 装一下我的这个鞋子台 对 这个基础已经在了 完全写起来 没问题 今天写那几个字 感觉已经找到了 你们的鼓励是我前进的方向 装 começou 坐 GOD 车 Cheerio 车 车